不要讲风凉话 要吞就吞大的 如果我没有被羁押 你要不要吞去吞球 我们要吞大的 方话要吞就吞大的 因为王世坚说 如果柯文哲被羁押 就要带便当去看他 对柯的吞球赌约 王世坚则是改说 要赌自己熟悉的 要赌就赌可行的 比方说柯文哲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要赌就来 高空弹跳 你愿意吗 毕竟高空弹跳 王世坚还真的体验过 一若千金 诚信至上 喊完就跳 被网路上誉为是真男人 这是12年前 王世坚曾打赌说 如果马英九总统大选获胜 他就高空弹跳 还特地到日本旅行承诺 王世坚逢堵输风格 在政坛上相当有名 翻开王世坚的对赌事迹 2008年曾说 如果来迎北市立委 巴嫌过海 他就要跳海 还有政论影片 点阅破百万就要剃头发 2020年小英连任就跳海 可以说是赌性坚强 而这回柯文哲金华沉案 被北院裁定 无保请回后 马上就由小草 灌爆王世坚的粉丝专业 要求他兑现赌约 认为柯文哲金华沉案还没完结篇 北市议员钟晓平也下赌约要滚丁床 积压是院方决定 而起诉是检方决定 你认为北检会不积压他吗 不积压的话不是 那个台北地建筑就解散了吗 所以我是不容易滚到丁床的 他比我快来 我觉得 把球丢给王世坚 柯文哲相关司法案件 连环报 钟晓平等起诉 王世坚等科被积压 这些曾经对赌的政治人物们 各是紧盯事件发展过程 其实我让我其实又我也采访不到